第1581章新的发现 距离天宫市100公里的陨石坑中 波士顿钢铁集团的火星车 正往他们的矿场送去液氧 淡水 食物等补给 如往常一样 汉森卸下了车上的货物 然后将平板递给了负责验收的罗杰签字 同时借助植物之便 帮矿场的工程师们带去了一些排解寂寞的小玩意儿 除了那丰厚的薪水之外 在火星上的矿区的生活 可以说是相当无聊的 上一个矿点 他们勉强还能收到斯文托维特市的信号 但现在这个位置 无论是斯文托维特市还是天宫市 都隔着相当远的距离 从罗杰的手中接过了平板 汉森将他收进了胸口的袋子里 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是突然注意到 那座矿井的后面 比起他上次来的时候 多了两座他从来没见过的钢铁建筑 那是什么 眯着眼睛仔细打量了下那两座建筑 汉森出于好奇 多嘴了句 割落文人的东西 鬼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罗杰摇头道 这不是你们的矿区吗 你不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那你放他们进来 汉森表情古怪的问道 割落文人在天宫市的名声并不算太好 没有谁愿意和克隆人成为邻居 相比起远在地球上的同胞们来说 像汉森他们这些从很久以前就选择定居在这里的移民 对斯文托维特式的克隆人们还是相当排斥的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从来不愿意主动与他们交流 二来是一群一模一样的人站在一起 本能的会让人产生生理上的反感 或者说恐惧 即便割落文人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对他们不利的事 这是天宫市方面的意思 CEO那边我也问过了 如果不是洛奇点头 我说什么也不会让那群怪胎们进我的矿区 低声骂了句 罗杰的表情明显也相当不愉快 这里说的洛奇当然指的是洛奇家的小儿子 听到罗杰这么说了 汉森便没在开口 只是伸着脖子看着那些围着钢铁建筑外面 指指点点的克隆人们 也不知道是不是注意到了他的视线 那些克隆人们用眼神商量了些什么之后 其中一个人离开了他们的小圈子 向着汉森和罗杰的方向走了过来 看着向自己这边走来的戈洛文人 罗杰微微皱眉 双臂抱在了胸前 什么事 借淡水的话去找后勤部门的蒙西 我这边只负责 不是 那个哥洛文摇了摇头 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里出了点状况 之后我们会向你解释 希望你们先把矿鸡停下 听到了眼前这个哥洛文说的话 罗杰先是愣住了 随即眉毛一条 胡怒反笑道 停下 你是来找茬的吗 并不是 哥洛文摇了摇头 平静地说道 我们会赔偿你们的损失 呵 损失 你知道我们的矿机停一天 得损失多少吗 罗杰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无理取闹的事 别来烦我 哥洛文什么也没说 只是伸出十指 在平板上写下了一串铃 逼到了罗杰的面前 这个数字够吗 无论是罗杰 还是站在旁边的汉森 当他们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无一例外都呆愣在了那里 十亿新元 别说是赔偿他们延误工期的损失了 就是将他们整个矿区连同设备 一起给买下来都特么的够了 这事我做不了主 我得联系我的老板 额前汉朱直茂 罗杰声音颤抖地说道 即便不愿意和哥洛文人打交道 但没人会讨厌钞票 十亿新元 身为波士顿钢铁集团的合伙人之一 这个数字让他整个心脏都跳起了舞来 希望你能尽快向他转告 我们打算买下这里 哥洛文点了点头 接着看向了矿区中央的那座耕耘 在矿井上方的矿机 那么现在可以麻烦你先停掉这玩意儿了吗 你们对盖亚文明了解多少 坐在了全息会议室中 江晨让秘书给他泡了一杯茶 然后坐在了哥洛文的全息影像的对面 就在他以为 哥洛文一事找到他是打算讨论 那一百座驱速引擎订单的问题时 这位却是突然问出了一句 让江晨惊讶到不知道该回答些什么的话 从盖亚的起源到整个盖亚文明的衰亡 考虑到那个世界的苏联肯定也有发掘到盖亚文明的遗迹 思索了片刻后 江晨开口说道 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与泛亚和北约的竞争关系 我们得到的关于盖亚文明的情报相当有限 从有限的信息中我们分析得知 他们的物种类别应该属于节肢动物们 社会类型类似于蚂蚁 说到这里 哥洛文打住了话头 看着江晨的眼神似乎是在向他求证 沉吟了片刻后 江晨开口说道 你们的分析没错 至少对了八成 哥洛文微微点头 看来你们对盖亚文明的了解 比我们还要深入 那么你应该听说过 行星断压技术没错吧 听到这句话 江晨不由笑了笑 别说是听说过了 那个强相互作用材料打造的小球 标志着盖亚文明最高技术的结晶 现在就还躺在它的储物空间里面呢 盖亚文明的新盛源于他们对大地深处的狂热 而他们的毁灭也是因此 如果你看过那段记忆 那你应该会记得 曾经保护火星的磁场是如何消失的吧 当然 如此震撼的一幕 我这辈子大概也忘不掉 江晨笑了笑 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轻声说道 说起来 你今天找我 就是为了聊盖亚文明的事吗 是这样的 戈洛文一世点了点头 那个已经死去的文明 有什么可聊的吗 无论他们曾经如何辉煌 那也是另一条时间线上的故事了 江晨耸了耸肩说道 虽然他们的文明 已经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 但他们留下来的东西 却能给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难题 带来一些帮助 你是说盖亚文明的技术吗 江晨笑了笑 那些东西 他早就已经得到了 然而出乎了江晨的意料 戈洛文一世却是摇了摇头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还记得我刚才问你的那句话吗 导致盖亚文明覆灭的根源 也就是那座直达地心的矿井 停顿了片刻 戈洛文一世继续说道 我们已经找到了 第1582章地心矿井 战壕计划正式启动 两艘海鸥级运输舰从星环城出发 通过了悬停在地月系统之中的星门 朝着火星的方向急驰而去 搭载在这两艘星舰上的 既有地球防卫同盟的军官 也有毕业于科罗大学航天技术学院的 高级空间技术工程师 还有十几名科研工作者 虽然身份不同 但所有人此行都是为着同一个目的 那就是在冥王星轨道与科伊伯代之间 修建一条防御和谐文明的战壕 在这个关乎到所有人生死存亡的议题上 来自各国的代表们 总算是放弃了谍谍不休的争论 大概三天前 地球防卫同盟的第101号决议 终于敲定了战壕计划的相关细节 包括这座太空堡垒的武器配置 包括各国在计划中扮演的角色 所应承担的义务 根据101号决议制定的方案 整个工程将分为三步进行 总历时20年 第一步先是在科伊伯代 寻找一颗合适的小行星 将它牵引到科伊伯代 野明王星轨道之间 将它作为这座太空堡垒的主体结构 往后的防御工事和生活单元 舰载机机库等等一切功能设施 都将在这颗小行星上施工完成 就这样 这两艘海鸥级运输舰踏上了征程 不过 除了那些与战壕计划相关的人员之外 在这两艘前往火星同步轨道的星舰上 还有两位身份特殊的乘客 与其他人不一样 他们的终点站不是科伊伯代 而是天宫市 你以前去过火星吗 没有 见丽丽丝困惑地看着自己 江辰不禁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这有什么问题吗 明明是你的城市 你却从来没有去过上面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江辰笑着说道 任何国家的领导人 也不一定会走遍他治下的所有城市 这样啊 丽丽丝点了点头 盯着窗外一成不变的星空 没再说什么 两人此刻正站在走廊上的太空窗前 至于为什么会站在这里 还得接着从前些天 江辰与哥洛文的谈话说起 当哥洛文告诉江辰 他们找到了盖亚文明的地心矿井之后 江辰先是愣了下 随即便像是听到什么很好笑的笑话一样 看着一本正经说出这句话的哥洛文 已是笑了起来 你在开玩笑 存在几十亿年的矿井 还是直通地心的矿井 你的意思是 这三十多亿年来 火星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地质构造运动 任何行星或多或少都会发生构造运动 即便火星的构造运动不活跃 没有类似于地球上的那种板块飘移 但在数十亿年的时间尺度上 再不活跃的构造运动 也能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直通地心的矿井就如同一根三千四百公里的牙签 只要轻轻一掰就会断成两节 它们的技术领先我们多少 没办法简单地用时间尺度来衡量 在我们的故乡 盖亚文明的地心矿井被控制在北约的手中 我们仅仅知道 那是一个类似于垂直的传动结构的矿井 无论是来自哪个方向的地质运动 可以使矿井变形 但绝对不会使它坍塌 垂直的传动结构 因为太过抽象 江陈试着在脑中脑补了下 但还是无法想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工程 能够对抗时间的洗礼 然后呢 你们在里面发现了什么 暂且将心中的困惑放在了一边 江陈问起了他更关心的问题 我们进不去 进不去 江陈微微愣了下 是的 戈洛文点头道 矿井的入口是一座嵌入地面的巨门 我们试着对巨门两侧的土层进行挖掘 但这座矿井的坚固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为了避免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我们没有进一步使用更激烈的手段破门 连你们都找不到开门的办法 江陈忍不住问道 正好相反 开门的方法我们找到了 说到这里 戈洛文停顿了片刻 看着江陈继续说道 如果我们的猜测没错 你是唯一能打开那扇门的人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江陈当时便愣住了 下意识地问道 为什么 因为这边这个世界应该只有你得到了引路人的承认 戈洛文缓缓开口说道 引路人吗 这是CCCP对那个人或者说盖亚的称呼吗 还是说这就是官方命名 听到戈洛文说到这个词的时候 江陈的脑海中不禁浮现了那天的画面 那个走进他记忆中的盖亚 带着他领略了盖亚文明数百个世纪兴衰历程 最后用不带一丝惋惜和遗憾的声音 平静地向他陈述了盖亚文明最后的结局 根据戈洛文的说法 第一朵记忆之花 不会对所有人开发 因为这是他们最后存在过的痕迹 他们必须慎重地选择 将这些遗产交到正确的人手上 面对新生的地球文明 江陈并不知道他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将这一切连同他们的记忆 交到了自己的手上 也不知道那位引路人 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自己 作为这些遗产的继承人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来一趟斯文托维特市 在交谈的最后 戈洛文仪式留下了这句话 于是江陈便踏上了前往天宫市的旅程 因为不知道此行会发生些什么 出于保险起见 他将莉莉斯带在了身边 即便不愿意离开怀有身孕的孙娇太远 但对于星环贸易 乃至整个防卫同盟来说 那座地心矿井的意义 实在是太重要了 比如躺在他储物空间中的 那个由行星断压技术制成的 强相互作用力材料小球 便是在地心矿井最深处 被制造出来的 标志着盖亚文明材料学技术的 最高成就 如果星环贸易能够将强相互作用力材料 运用在战舰或者太空堡垒的护甲上 那么别说是和谐文明了 就算是比和谐文明再高一个层级的文明 地球舰队也将具备与之一战的能力 在想什么呢 看了对着窗户发呆的江陈一眼 站在旁边的莉莉斯问道 从发散的思维中回过神来 江陈笑了笑 说道 我在想 但愿那个东西不会令我失望 第1583章天宫市 天宫市全体市民 欢迎江董立林指导 原本洪泽伟准备在同步轨道空间站上 拉起这样的横幅 然而最终还是觉得这样做 未免有些太俗气了 于是在天宫市其他官员的建议下 改成了发射电子烟花 就这样 在天宫市的热烈欢迎下 两艘的海鸥级星舰相继入港 通过闲梯进入了同步轨道太空电梯 江陈见到了迎接他的洪泽伟 以及天宫市各级部门的部长 好久不见 怎么样 在这边的生活还习惯吗 握手之后 江陈笑着拍了拍洪泽伟的肩膀 用轻松的口吻问道 以前倒是各种不习惯 现在反而有些乐不思蜀了 洪泽伟爽朗地笑道 哦 现在的天宫市已经今非昔比了 待会儿您就会看到 那等会儿可得麻烦你 待我好好参观下了 江陈笑着说道 不敢当 为您效劳是我的荣幸 洪泽伟笑着说道 地球防卫同盟的官兵 将在这座空间站上稍作修整 补充燃料 淡水 液氧 食物等库存后 便启程开赴太阳系的最前线 在太空电梯入口处与舰长到了声别 江陈带着莉里斯坐上了通往的表的轨道舱 站在江陈的旁边 洪泽伟热情地向他介绍着天宫市的现状 以及火星上的一切 不得不说 这里的景色真的很美 乘坐轨道电梯缓缓下降 小半个星球的美景尽收眼底 这里没有云层的阻隔 从正下方的沙漠到地平线的丘陵 一望无际的黄沙 如同火焰色的海洋 一道几乎笔直的铁轨 从太空电梯的下方 一直延伸到上百公里外的天宫市 橙黄色的护盾在城市的上方撑开 宛如一座半弧形的伞 引粒子屏障能够挡住绝大多数的有害射线 以及从空中落下的陨石 一座座石墨烯材料覆盖的管道结构 在天宫市的各个建筑之间往复交错 根据洪泽伟的说法 那便是天宫市的道路 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的血管 输送电力的电缆和输送淡水的管道 以及空气流转的通风口 都是以这些管状道路为枢纽 从净水厂和聚变发电站 生态农场配气站等等生产设施 输往各个生活单元 不只是如此 在天宫市的外侧还种植有一片绿化带 形如珊瑚的红色菌丝与基因改良过的树木 将天宫市围在了中间 将丰富的二氧化碳资源转化成氧气 同时生产一种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非成瘾性饮料 这也算是天宫市的特产之一 一条条弯曲的小径在这条环形的绿化带中蜿蜒 根据洪泽伟所言 那里是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也是最受本地人欢迎的公园 站在轨道电梯上俯瞰下去 透过落地窗前的电子望远镜 天宫市的全貌尽收眼底 高效 环保 欣欣向荣 潜力无限 虽然还没有走进这座城市 但江辰已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虽然目前来看 天宫市的产值远远比不上 肩负着地球一半用点消耗的广寒市 但从长远来考虑 这座城市的未来 必将和整个地球文明的未来维系在一起 广寒市的人口容量是存在极限的 月球上高昂的生活成本 频繁的陨石撞击 以及贫瘠的气候 生态环境 注定那里只能成为一个大型的矿区 或者旅游圣地 而不能成为一个坚固方方面面 消化过剩人口的城市 将视线从天宫市挪开 江城看向了远处的景色 当他的视线落在了地平线的位置 那座拔地而起的火红色平台上 不由出声问道 那是什么 奥林匹斯火山 整个太阳系最大的火山 也是目前天宫市最大的旅游景点 去年我们在那边设立了前哨站 现在那边已经变成了天宫市 最有名的商业街 最近我们正在考虑 将那一片设立为旅游特区 洪泽伟笑着答道 位于火星上的奥林匹斯火山 是迄今为止太阳系中已知的 最大的火山 它的坡度平缓 屹立在平缓的沙丘之上 宛如一面巨大的盾牌 火山底部直径达600公里 底部面积超过英国国土面积的总和 火山口直径达到80公里 容纳两个上海市绰绰有余 火山高度超过27公里 平均高度为22公里 虽然站在太空电梯上 感受不到它的高度 但事实上 它却是地球上珠穆朗玛峰高度的三倍 作为比较 夏威夷的那个茂纳罗亚火山 在它面前 就好像大象脚底下的蚂蚁 是吗 有机会我一定得上去瞧瞧 江晨笑着说道 这时候 莉莉丝在后面扯了扯江晨的袖子 感觉到了身后的动作 江晨不由转过头来 看向了莉莉丝 笑着问道 怎么了 你也想去那边看一下吗 莉莉丝摇了摇头 面无表情地指了指落地窗外 顺着莉莉丝手指指向的方向看去 江晨什么也没有看到 不由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莉莉丝小姐指的方向是斯文托维特式的方向 不过他们的聚居地很小 而且大部分结构都建在地下 从这里很难直接看到 洪泽伟立刻向江晨解释道 同时心里暗暗诧异 这小姑娘的视力也太逆天了点吧 难道是仿生电子眼 据说星环贸易中有一支特殊的部队会装备这种玩意儿 在兼具普通眼镜功能的同时 这种化电子眼还具备超远视力以及战场分析 弹道测算等等逆天的能力 有传闻说 安装仿生电子眼的士兵将被编入特殊部队登记在岸 原来的眼睛会被冷冻保存 在退伍的时候摘除仿生电子眼重新换回 当然这些都是传闻 到了他这种级别也仅仅只是听说过 洪泽伟越想越觉得有这个可能 否则实在难以解释 为什么江晨连保镖都不带一个 后面只是跟着一个看上去毫无威慑力的小女孩 斯文托为特事吗 将电子望远镜对准了利利斯指向的方向 江晨调整了望远镜的倍率 瞇起了左眼那里有什么 他们在往太空电梯上运东西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什么 利利斯摇了摇头 面无表情地说道 只是觉得有些奇怪 第1584章异常点 科伊伯代三艘星舰保持着上千公里的间距 缓慢地航行在密集的小行星群边缘 除去正在地球修整的起源号之外 企业号 审判号 边疆号三艘星舰 便是地球舰队现役的全部主力 其中企业号为旗舰 位于舰队三角阵型的中央 舰上装备有200门质量加速器 以及20座导弹发射孔 配备有各种型号弹头的中距离导弹 总数超过3000枚 至于审判号和边疆号 虽然船壳与企业号一样 都是百万吨的特使级 但是武器类型和战场定位 还是存在较大的区别 比如在审判号和边疆号的中央 有一座从头部贯通到 舰身后端的大型质量加速器 可以发射数吨重的重型质量弹 也可以作为舰载机的发射孔 相比其企业号 审判号和边疆号更强调远程火力 20座导弹发射孔 被四座连排式鱼雷发射舱取代 200门质量发射器 也被修改为50座 置于剑身顶部的近距离激光点防御武器 由旗舰担任前锋 这种思路听起来似乎很怪异 但这其中却是经过了认真的考量 动辄数千甚至上万公里的交战距离 在这种尺度上的战争 近距离火力已经被削弱到相当微小的程度 很大程度上 旗舰根本没有开火的机会 两艘驱逐舰便足以完成对远距离目标的压制 200门质量加速器以及20座导弹发射孔 都是为中距离的敌人准备的 如果和谐文明选择接近战 并且冲破了舰载机 鱼雷 重型质量弹的火力封锁 这时中距离防御武器才会发挥作用 只不过现在只有企业号一艘进防舰而已 正在设计中的宪法级500万吨巨舰 才是地球舰队未来的旗舰 以及真正意义上的航母与移动要塞 边疆号上 休息室内 结束一天训练后的船员们都会聚集在这里 打打排球 来杯咖啡 或者躺在按摩椅上 看书打发时间 舰上安装有重力生成装置 大多数在地球上能够进行的活动 在这里也能进行得了 在旁人眼中 这份职业是神圣的 但其中的辛苦只有这些人自己清楚 在一个优弊且方向感稀薄的环境中 对人精神层面的压力是巨大的 舰上所有医生在入职之前 都考取了心理医生从业资格证 正是为了应对精神方面的问题 在太阳系的边疆 迎接半个世纪后的决战 我突然觉得这份职业还是挺失忆的 靠在按摩椅上 把玩着相片的罗萨尔突然笑了笑 开口说道 地球舰队的船员都是各国的精英 从前年开始 欧洲的堡垒逐渐瓦解 各国陆续加入到了地球防卫同盟的阵营之中 比如这位一头卷毛的罗萨尔 便是来自意大利的共和国海军 你怕是看不到那天了 坐在旁边的张伟笑道 那可未必 我现在也才三十多岁 半个世纪后就是八十岁 而且 即便我真的看不到那天 我可爱的女儿也可以替我看到 罗萨尔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看得出来 她是个虔诚的教徒 这话千万别说 在我们那儿 你这话完全是给自己强力flag 弗莱格 棋子 我不是很懂你在说什么 罗萨尔愣了下 随即摇头 你真的是意大利人 为什么这么问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没有幽默感的意大利人 张伟汉道 听到有人说自己没有幽默感 罗萨尔刚想争辩些什么 可就在这时 红色的信号灯突然亮起 请客之间 休息室内的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愣愣地看向了那毫无预兆闪烁的信号灯 当然 这种愣神也仅仅持续了一秒钟不到 先前还在打台球的两人 立刻扔掉了手中的台球杆 立刻冲向了门口 张伟那边也毫不落后 猛地从沙发上跳起 向着休息室外冲了出去 一边将妻子和女儿的相片 塞回了衣服的内兜 罗萨尔一边跑在了张伟的后面 走廊上闪烁的信号灯 让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妙 但这种事以前也不是没发生过 突击演习 可刚才演习才结束 我不知道 别问我 张伟的眼中闪烁着一丝紧张 但在那紧张的背后 更多的却是一丝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的兴奋 上千公里外的企业号 此刻正在进行例行训练 企业号舰长罗宏 此刻正一起风发地站在舰桥指挥台前 目光炯炯地盯着舰桥正中央的全息屏幕 作为科罗大学航天军事学院毕业的第一批学员 他可以说是所有人中表现最静眼的那位 曾经在第一艘兴舰海鸥号上担任副舰长 地球防卫同盟成立之后 从星环贸易编入地球舰队 当时没人看好那个一艘兴舰都没有的空壳舰队 只有他一个人坚定不移地认为 这支舰队日后必有作为 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的坚持 以及在舰队指挥领域上展现出来的过人天赋 在两年前他被任命企业号舰长 担任地球舰队的总指挥官 演习进行到一半 就在这时 坐在他正前方的工作人员突然开口道 观测到不规律活动小行星 时速60万公里 正在向边疆号方向接近 全舰二级准备 启动空间望远镜4号屏幕放大它 罗宏下令道 收到 二号屏幕的正中央对准了那颗小行星 随着连续三次放大操作 那颗藏在科伊伯带中高速前进的小行星 直接呈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装备有最新型的空间望远镜 企业号的光学观测半径超过2亿公里 通过射电雷达对异常运动天体进行锁定 再用光学观测装置对其进行直接观察 甚至能看到目标上交错的纹理和凹痕 运行在科伊伯带的小行星数量庞大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出现这类情况 所以罗宏也没太放在心上 然而就在他准备宣布警报解除的时候 他突然从画面的一角 发现了一处不自然的异常点 为了确认是不是自己看错了 他的眼睛不由微微眯起 在那放大的陨石画面背后 一条细长的丝状物在缓缓滤动着 不好的预感涌上了心头 在确认不是自己看错了的瞬间 罗宏瞳孔骤然收缩 双手猛地撑在了桌子上 眼睛死死地盯着全息屏幕 右侧聚焦 再给我放大 最高倍率 收到 画面在异常位置聚焦 那条不自然的丝状物被放大 当画面呈现在屏幕上的一瞬间 冷汗从罗宏的额前滴落 那是一只没有藏住的触角 上面甚至能够看见菱形的花纹 第1585章地心与传送门 天宫市正中央 殖民广场上 随洪泽伟等一众天宫市的领导班子 视察完整个城市的概况之后 这里便是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 根据行程表中的安排 江晨将在殖民地中心的殖民者广场 面向全体星环贸易 驻火星员工以及天宫市的市民 指导工作发表演讲 对于江晨而言 这程度的演讲 他已经是司空见惯 所以当洪泽伟贴心地问起 他是否需要帮忙准备演讲稿的时候 江晨笑了笑便婉拒了 早在太空电梯上时 他便想好了说辞 当主持人将话筒递到他手中 江晨面向着黑压压一片的人群 回想着在太空电梯上看到的一切 嘴角不由勾起了一抹笑意 并没有用什么慷慨激昂 富有煽动性的语气 而是如闲聊一般 他在停顿了两秒钟后 用轻松的口吻开口说道 站在太空电梯的轨道舱内 我从来没有想过 今天看到的一切 会如此的令我惊讶 天宫式的未来 即是全人类的未来 我没有什么可以指导你们的 我所能想到的问题 你们都已经在生产生活中全部解决 所以站在这里的我 想说的话只有一句 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话音落下 台下掌声雷动 面对着热情的市民们 江辰笑着点头示意 台下手捧鲜花的少女上前 将花束递在了她的手中 虽然知道这一幕多半是洪泽伟 在下面安排 但她的心中还是不由为此而感到欣慰 演讲结束后 广场上的众人散去 江辰随洪泽伟前往了殖民中心的酒店 这里完全是按照地球上的五星级酒店布局设计 一般是用来接待来访天宫式的贵宾 在殖民中心休息了一晚 次日 江辰在莉莉斯和洪泽伟等人的陪同下 前往了距离天宫式100公里的陨石坑 当她乘坐的火星车抵达目的地的时候 戈洛文的车辆已经等候多时了 下车后走进了矿区内 看着波士顿钢铁集团的牌子挂在矿井上 江辰不由回过头去 看向了站在她身后半部的戈洛文仪式 开口问道 这里是 开关 留下了这句话 戈洛文仪式走上前去 缓缓抬起了右手 淡蓝色的光丽从她的掌心浮现 朝着矿区后方的那栋造型古怪的建筑飘去 中央的三棱状图形闪烁着淡蓝色的光芒 伴随着一阵阵顺着脚底传来的沉闷响声 缓缓打开了自上而下延伸至地面的裂纹 朝着她的背后投去了诧异的视线 江辰继续看向了那座打开的三棱锥建筑 开口问道 这里是盖亚文明留下的遗迹 不是 那里是我们修建的入口 用来通往地底 戈洛文仪式摇了摇头 盖亚文明的遗迹位于下方两公里 如果我们数据库中记载的资料没有错误 那么地心矿井入口的开关应该就在我们脚下 只是开关吗 江辰继没到 我还以为你找到了它的入口 入口当然已经找到了 戈洛文抬起头 望向了远方的地平线 就在那里 在那一望无际的沙丘背后 隆起的奥林匹斯火山 突兀地耸立在这片沙丘之上 就如同一面朝向天空架起的盾牌 顺着戈洛文的视线望去 江辰的眼中浮现了一丝恍然 如果是那里的话 确实有可能作为地心矿井的遗址 依稀之中 他似乎看过关于那座火山的报告 单纯的构造运动 根本没有办法解释这座突兀的耸立在沙丘之中的火山 只不过一直以来 他都先入为主地认为 盖亚文明的一切已经分化在了时间的洗礼之下 所以并没有将那份报告放在心上 且知道那座地心矿井的人除了他之外 也只有阿莫斯博士这类特殊项目研究所的高层 就连克尔温 他都没有提到过关于那座地心矿井的细节 只是笼统地说了下那个强相互作用里材料的小球 以及行星断压技术 我们从这里打开开关 然后从火山的正上方下去 江晨看向了戈洛文仪式 笑着道 虽然那玩意儿是一座死火山 但我敢肯定 我们下去的瞬间一定会被直接烤成二氧化碳 抛开火山不提 也没有人能承受地心的温度 戈洛文仪式用没有多少起伏的语气 缓缓开口说道 换一个思路去想 盖亚们 也就是那群节肢动物们 是怎么做到的 江晨微微皱眉 仔细思索了片刻后 传送门 站在江晨身后的莉莉丝开口道 数据库中关于盖亚文明的技术文件中 我有检索到关于传送门的条目 盖亚文明还有这技术 江晨诧异道 恩 不过这种技术很不稳定 传送距离有限 单位距离消耗能量随距离增长成指数式增长 莉莉丝面无表情地说道 戈洛文仪式意外地看了莉莉丝一眼 这么说可能有些奇怪 就连江晨自己也没想到 他会从这个面摊的脸上读出意外这个表情 你是 电子人 原来如此 那就说得通了 波澜不惊的眼眸中浮现了一丝了然 戈洛文仪式微微点点头 看来你们亚洲人最终还是成功了 是的 莉莉丝面无表情地说道 那么你的意见呢 戈洛文仪式看向了江晨 通过传送门可以直达地心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传送门的目的地应该位于地和外围的工作站 那里的温度不会很高 派个机器人下去 戈洛文仪式摇了摇头 行星熔炉占地面积超过数千平方米 绝对无法通过传送门 能将它从下面带到地表的 只有你 在听到这句话的瞬间 江晨的眼睛突然眯了起来 察觉到了从江晨身上散发的危险的气息 戈洛文仪式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用那平淡的语气继续说道 关于你手中的那片亚宇宙 是被放逐在虚空中的那些人告诉我的 希望你不要因此而误会什么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我可以陪你一起下去 能启动它的人 只有你 唯一的决定权也在你的手上 江晨正准备开口说些什么 万表突然闪烁起了红色的亮点 微微愣了下 它伸手点开了万表的全息屏幕 再看到第一行字的瞬间 它的脸色狂变 第1586章寒夜将至 这里是企业号 坐标 发现不明飞行物 正以每小时6万公里时速接近贵舰 批准交火 重复一遍 批准交火 边疆号首导 全舰已进入一级准备 质量弹正在装填 边疆号舰桥内 全舰官兵严阵以待 从企业号那边传来的图像中显示 在那颗小行星的背后 漂浮着一处疑似和谐文明特征的异常点 虽然这种观测异常 以前也不是没出现过 但无论是哪一次 他们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宁可错杀一百 也绝不放过一个 首当其冲的边疆号 立刻启动了副引擎 调整舰手对准了那颗小行星的方向 企业号迅速向边疆号的方向靠拢 而相对较远的那艘审判号 则是开始减速 舰手同样对准了那颗被推在前面的小行星 同时打开了底部的鱼雷舱 质量弹装填完毕 电容器充能开始 充能完毕 发射 随着舰掌的一声令下 坐在舰桥内的炮手 毫不犹豫地按下了触控板上的按钮 白色的光芒一瞬间闪烁 50米长的圆柱形质量弹被磁轨加速到极限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着那枚小行星轰了过去 在动量守恒的效果之下 星剑猛地一顿 就连站在舰桥内的众人都感觉到了那顺着舰手传来的庞大后座力 十吨级重型乌星质量弹 这几乎是边疆号上破坏力最强的杀伤手段 根据战场计算机测算弹道与预期落点 如果质量弹正中目标 那枚小行星将毫无疑问被撕成碎片 看着全息屏幕前 边疆号舰掌月东文的双眼 死死地盯着星图中那颗闪烁的蓝点 向着被红点标记的小行星逼近 手心几乎捏出了汗水 突然 星图上那颗红点旁边的矢量参数 骤然变动 偏移了原来的运行轨道 月文东的瞳孔微微收缩 看来那艘虫船上应该装备有某种战场扫描设备 或者说器官 原本必杀的一击被躲开 圆柱形的质量弹与那颗被顶在前面的小行星擦肩而过 轰在了科伊伯带中另一颗小行星上 直接将它轰成了碎片 没有任何犹豫 月东文当机力端 大声下令道 发射舰载机 打开鱼雷舱 是 舰载机机库内 带着头盔的飞行员 相继坐上了电摇A1 在机械臂的牵引下 一架架舰载机 相继进入管状的弹射跑道 在此轨的加速下 接二连三地朝着那艘重船的方向 发射了出去 与此同时 战场另一边 早已完成射击准备的审判号 发射了核子鱼雷 在太空作战中 因为无法形成气体冲击波 热核武器的杀伤力 可以说相当有限 但未来人军工的工程师 对这种核子鱼雷进行了改装 在前端的药型罩背后 设置有巨量导热性较强的金属 由热核武器驱动的金属射流 其威力有多恐怖 自始不言而喻 核子鱼雷的引擎闪烁着橙红色的尾光 内置制导功能的核子鱼雷 在两次加速变轨之后 死死地咬住了那颗小行星的正脸 封死了它所有可能的躲避路线 直接命中了目标 就在这枚核子鱼雷爆开的瞬间 被加热成半气化的金属射流 瞬间以扇形方向 向着那颗小行星的内部 放射了恐怖的能量 只见那颗半径上百米的小行星 就如同内部发生了热核反应一般 表面上露出了一道道 弯弯曲曲的绒颜色裂纹 在慢放的镜头中 整个爆成了碎片 而随着这层掩护的爆炸 那艘藏在小行星背后 挥舞着触手的虫船 终于完完全全地展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命中目标 小行星粉碎 本体暴露 确认目标为和谐文明重传 疑似和谐文明殖民舰 虽然命中了目标 但审判号的舰桥内 却没有响起欢呼声 所有人都知道 被轰碎的只是那艘重传的伪装 这就是那艘传说中的殖民舰吗 只有这么小一点 罗宏的视线死死地锁定在屏幕中的那座 形似乌贼的虫船上 上百米的宽高 若是身后的触手完全张开 长度可能会到2000米甚至3000米 比起海鸥级星舰大了不少 但和特使级相比 还是稍显单薄了点 直觉告诉他 如果是和谐文明的殖民舰的话 应该比这更大一点 但找遍了整个星图 射电探测系统告诉他的情报 都只有这一个 挡在他们前面的那艘重船 便是唯一的入侵者 测嫌火力准备 电容器充能完毕 发射 右侧对准了那艘重船 企业号侧身装甲 弹开了一片片临甲式的钢板 随着一阵阵刺目的白光连续闪烁 如同午夜闪烁的霓虹 被加速到极限的小型质量弹 向着重船所在的那片空域呼啸过去 几乎封死了他所有躲避的路线 这轮骑射持续了很久 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躲不掉了 那艘重船干脆放弃了无意义的机动 加大了速度朝着边疆号的方向冲了上去 一发发质量弹轰在了他的前端 肉红色的护甲被轰得剥落 一层层不知名的肉块状碎片 就在这时 那艘重船前端突然变红 看着全息屏幕中的影像 一股警罩从罗宏的心头猛地升起 几乎是下意识的 他对着舰桥内的作战人员大吼道 炮击中止 展开护盾 质量弹的覆盖射击停止 一层淡黄色的薄膜从企业号的外侧铺开 几乎是同一时间 一发红色的光束骤然闪烁 擦中了企业号引力子护盾的侧面 看着那直线下掉的护盾能量槽 罗宏的额前冷汗直冒 如果不是他反应快 后果将不堪设想 另一边 边疆号上200架舰载机已经全部升空 连同这另外200架无人聊机 400架小型飞机 在边疆号前方70万公里的位置 组成了环形攻击编队 化作一道道幽蓝色的光点 向着那艘重船的方向主动迎击了上去 而与此同时 对面的重船 侧面的肉膜突然鼓起 紧接着爆开 一只只小型化的重船 从爆裂的肉膜中弹射 在不知名的驱动力作用下 挥舞着纤细的触手 向着边疆号的舰载机 迎了上去 重船与边疆号的距离 只剩下一百万公里 双方已经进入了短兵相接的厮杀 第1587章最后的冲锋 血腥的厮杀在沉默中开始了 一列列电摇A1在空中结成了整齐的环形阵列 如同及时在星河间的枪骑兵 朝着重船释放的分裂体发动了冲锋 幽蓝色的电光闪烁 在漆黑的宇宙中交织成一道死亡的舞曲 灼热的激光撕开了肉红色的护甲 克雷恩粒子射线与团状的酸液 在空中往复交错着 地球舰队的舰载机群 与重船释放的分裂体集群 撞成一团 在广阔的空间中 你来我往相互追逐着 厮杀着 每一秒钟 都有象征着死亡的电火花炸裂 或是不再动弹的分裂体 被激光撕开肉红色的角质护甲 所有人都杀红了眼 扳机被死死地扣到了极限 高热的枪管 如同高炉中的烙铁 近在咫尺的獠牙与触手 那血腥的吐息 在冰冷的寒液中 是如此的显眼 一艘电摇A1与一只分裂体撞在了一起 当分裂体用尖牙凿穿驾驶舱的瞬间 那名飞行员高呼着祖国的名字与万岁 拳头砸向了座舱下方的按钮 爆炸的火光 将那艘舰载机与那只负伤的分裂体 一同吞没在新红色的光团中 去死吧 大声嘶吼着 张伟死死地握着双膝间的握把 一道道血丝几乎挤出眼球 他用眼角的余光 瞥见头盔右下角那跳动的过载 然而此时此刻的他 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注意那些 十字准星对准了那只追逐着有军的分裂体 他用大拇指挑开了握把侧面的保险 朝着按钮狠狠地按了下去 两道火焰从舰载机的下方发生 两枚短图导弹轰在了那只分裂体的背后 将它炸成了碎片 张伟正准备调转机头 然而就在这时 战术头盔全膝屏幕的中央 异形红色的字符突然跳出 撤退 企业号建桥 目不转睛地盯着全膝屏幕 坐在雷达控制台前的观测员 大声汇报道 边疆号建载机群已经进入目标空域 导入坐标参数 弹幕覆盖 罗宏立刻下令道 是 随着罗宏一声令下 重新装填的企业号调整了舰手的方向 测嫌纳排质量加速器一起锁定了那群舰载机的移动路线 在最后一架舰载机越过红线的瞬间开始了新一轮的骑射 60万公里之外 地球舰队的舰载机群与重船释放的分裂体正在上演着生死追逐 手臂粗细的克雷恩粒子射线 时不时从后方追来被击中的舰载机无不化作一团废铁 指挥部的那群人在想什么 张伟死死地握着操纵杆 时不时坐着战术机动 躲避从后方射来的光束 可能是因为他击坠了三只分裂体的缘故 追在身后的那群虫子们 对他似乎有着特别的照顾 好几发光束几乎是擦着他的机翼过去 座舱内的仪表在克雷恩粒子的干涉下 到现在为止还在克雷恩粒子的乱摆 空战就是如此的残酷 一旦缠斗变成单方面的追逐 那么对于被追逐方而言 将是一场血腥的屠杀 虽然刚才箭载机群因为分裂体的数量 而陷入了苦战 但继续缠斗下去未必没有一丝胜算 张伟不明白 其间为什么要临时接过边疆号舰载机战斗群的指挥权 下达撤退的命令 他现在只知道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恐怕没有几架舰载机能活着回到机库中去 就在他一边咒骂着一边躲避着追在屁股后面的射线时 一便突然发生了 没有任何预兆 没有任何预兆追在他身后六公里左右的三只分裂体 就像是被苍蝇拍从侧面扇了个正兆一样 接连爆开一团团红绿色的血雾 张伟微微愣了下 随即脸上闪过一丝狂喜 看向了企业号的方向 虽然在他现在这个位置 用肉眼的话什么也看不到 几乎就在边疆号舰载机机群 经过那片空域的瞬间 密密麻麻的质量弹 如同雨点一般袭来 追逐在舰载机后面的上千只分裂体 以瞬间折损大半 双方的优劣势瞬间逆转 原本扮演逃兵的舰载机群 立刻调转了枪口 朝着四散逃窜的分裂体 发动了第二轮冲锋 另一边 边疆号与审判号 主炮依旧正对着那艘虫船 宣泄着凶悍的火力 被质量弹和盒子鱼雷 同时持续命中本体 大片的肉色碎片 从虫船的本体上剥离 然而那只庞大的巨虫 就好像没有痛绝似的 全然无视了 轰在自己身上的质量弹 和鱼雷弹头 速度已经从每小时60公里 攀升至每小时120公里 连续两枚重型质量弹被躲过 眼看着重船与边疆号的距离 只剩下最后两万公里 调转枪口杀回来的舰载机机群 终于及时赶回了战场 随着这群舰载机一同抵达的 还有600枚从企业号上发射的 中距离导弹 胜负终于没有了悬念 失去了分裂体的保护 面对舰载机的扰席 重船背后的触手 接二连三的被激光武器切断 彻底丧失了机动能力 重新装填完毕的边疆号 正对着那艘重船的前端 发射了又一枚重型质量弹 肉红色护甲在接触到质量弹的一瞬间 便破碎成无数尘埃式的粉末 足以撕碎小行星的庞大动能 一瞬间摧毁了重船身上各组织结构 将它轰成了一块块肉红色的碎片 舰桥内爆发出机动的欢呼 人们将帽子丢上了空中 互相拥抱 发泄着心中的机动 尤其是边疆号上 舰到那艘重船最终在五千 公里处被质量弹轰碎 边疆号的舰长整个人 都虚脱式的坐回了椅子上 如果不是舰载机群及时赶到 很可能他们现在已经和那艘重船 撞在了一起 能不能从撞击中活下来 先不去讨论 和虫子在兴建船舱内 展开近距离的接弦站 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背上的冷汗被胜利的喜悦吹干 企业号舰桥内 罗宏长出了一口气 缓缓松开了已经被汗水浸透的拳头 脸上挤出了一丝笑意 胜利来得太突然了 半个世纪后的决战 没想到会提前这么多年到来 原本他还以为这辈子都无望看到那一天 没想到自己最后却成了击败和谐文明殖民舰的英雄 再过个十几年 便是对格力泽581的远征了吧 如此想着 然而就在这时 罗宏脸上的笑容突然僵住了 欢呼着的众人们也随着渐渐安静了下来 看着全息屏幕中 那座剑剑从科伊伯带背后浮现的图像 所有人的瞳孔中都见开始浮现出一丝恐惧 谢特 上帝 那是什么 庞大的身影在环状的小行星带背后浮现了身形 上百公里长的带状触手缓缓浮动着 庞大到不知边际的肉色薄膜背后 闪烁着一团团耀眼的球状光丽 先前那只虫船 在他的面前 长度还比不上他的一只触角 而挡在他面前的三艘百万吨级星舰 就如同大象脚下的蚂蚁 劫后余生的喜悦荡然无存 企业号的剑桥内鸦雀无声 死死地盯着那座位于全息屏幕正中央的巨影 罗宏陷入了呆滞 猴杰艰难的上下滑动 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在这一刻 一切语言都是如此的苍白 第1588章噩耗来自远方 好 在这一瞬间 罗宏的心中只有这么一个念头 但同样也是一瞬间 这个念头被从他的心中抹去了 脸上浮现了一丝苦涩的笑容 好 还能往哪里跑 地球 火星 还是木位系统 无论往哪个方向跑 都无疑是死路一条 至于太阳系外 企业号上根本就不具备可以完全循环的维生系统 自从恒星系高速路完成之后 从地球往科一搏带 已经比最初容易了许多 原本占用空间庞大的维生系统 也被大幅度削减 为武器腾出空间 就这一点而言 启元号都要比他们这三艘新舰好得多 拳头捏紧又松开 罗宏深呼吸了一口气 将自己头上的军官帽轻轻扶正了下 看着剑桥内惊具到浑身颤抖的重部下 开口说道 地球防卫同盟107号决议 关于烈士家属的决议 所有人都看向了他 为防卫同盟崇高事业而牺牲的战士 其直系亲属将被纳入播种计划第一序列 在不可挽回的失败来临之时 向半人马座发射播种船 为地球文明留存最后的火种 这次罗宏看向了他们 对上了那一双双神采各异的瞳孔 朱军后面便是我们的家园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 罗宏撒了谎 防卫同盟最后一期决议便是106号 第107号决议是根本不存在的 但他没有选择 在听到了舰长的话后 所有人默契地回到了岗位上 他们是来自各国军队中的精英 他们的荣耀与信念 不容许他们逃跑 是否相信这文所未闻的107号决议和他们现在站在这里 两者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这里是企业号 批准交火 边疆号收到 审判号收到 助功勋卓助 近千公里长的触手 上百公里长的身躯 纳棉岩数公里长的肉炮如海浪式的鼓动着 身后闪烁的一串串白色光丽 如同寒夜中渐渐升起的日出 一艘艘重船漂浮在殖民舰的身侧 密密麻麻连成了一片 即使是一艘重船 便足以让地球舰队拿出全力去应对了 而现在 这里却有上百只 三艘兴舰默契地调转了舰手 如同演习中演练过无数次的那样 摆出了迎击的阵型 即便所有人都清楚 自己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躺臂当车 但即使是如此 他们也还有能做的事 至少 为他们身后的同胞 多争取一点宝贵的时间 胜负根本没有任何悬念 地球舰队败了 而且败得很彻底 三艘星舰抱着几乎等同于自杀的心态 向着不可能战胜的敌人发动了攻击 舰队指挥官罗宏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在重船将企业号整个吞没的时候 他将弹架内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当听闻远方传来的噩耗的瞬间 江城只觉得手心一阵冰凉 为什么本应该在半个世纪后 抵达太阳系的殖民舰 会提前这么多年抵达科伊伯代 为什么罗宏在最后那个讯息中 描述的那艘被辽机环绕的殖民舰 与他通过停停看到的不一样 探索地心的计划被终止了 无视了戈洛文仪式的挽留 江城二话不说立刻返回了天宫市 无论是地心矿井还是行星熔炉 在地球舰队战败的事实面前 这一切已经失去了意义 然而当他和洪泽伟等人 火急火燎地赶回了天宫市的时候 却是发现整座城市已经乱成了一团 大街上尖叫声此起彼伏 不知道谁泄露了消息 失去理智的人们冲上了街头 将车站前的公路堵得水泄不通 现在火星的位置正在地球的远离点 除开木卫二和木卫六两座殖民地 天宫市便是挡在地球 与和谐号殖民舰之间的最前线 人们并不知道该逃往哪里 但生存的本能告诉他们 至少不能留在这 让开 让我过去 妈的 挤什么挤 老子的航班要晚点了 全都挤在这里 你们特么的有票吗 被挤在人群中间 挺着啤酒度的男人双目通红 拼命地想要推开挡在前面的人群 听到这个人有票 抱着婴儿的妇人用尽全身的力气挤到了她的面前 央求着将手中的婴儿递到了她的面前 求求你 行行好 请带上我的儿子吧 她才一岁 我不想让她 滚开 谁特么的要带上你的儿子 莫名其妙 见有个陌生女人挡住了自己 那男人气不过 猛地推开了伸过来的双手 然而这一推 却是不慎将那婴儿从妇人的手中推翻在了地上 刺耳的尖叫声响起 那妇人如同疯掉了一样 用尽全身的力气 向着地上扑了过去 抱住了自己的孩子 她只来得及将她护在身下 一只只脚便向着她踏了过来 在人群中倒下 几乎等同于自杀 踩踏事件已经发生 车站前的台阶血肉模糊 然而人们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发现 躺在他们脚下的那些卑微的生命 穿着动力装甲的士兵挡在了车站门口 整齐地站成了两列 形成了一排微额不动的人墙 迫不得已之下 不远处的装甲车 将车顶重机枪的枪口 对准了正在失去理智的暴民 然而在更严重的威胁面前 这种程度威胁已经失去了作用 让我们过去 你们凭什么挡住车站入口 我买了车票 让我过去 我知道了 这帮狗日的肯定是为了让那些有钱人先撤 我昨天看到了 江辰还在天宫市里待着 兴环贸易的走狗 如果地上有石块 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捡起来 向着这些曾经保护过他们的人们砸去 但很可惜 地上实在是太干净了 车站前的人群越来越多 后面的人推着前面的人 在集体情绪的煽动下 人们开始冲撞星环贸易陆战队士兵组成的人墙 整个天宫市的警用无人机和消防无人机都聚集在了这里 但面对这上万人依旧是杯水车心 远离车站的人们 眼见无论如何也挤不进去了 心中的底线 道德观以及对法律的敬畏 也开始随着绝望渐渐腐烂 曾经想做却不敢去做的事 在这一刻似乎也不是那么的不可以了 如同盛开的因素 犯罪在天宫市的各个角落生长 小部分人干脆放弃了逃跑 趁着星环贸易的士兵全都牵制在车站 开始三五成群地走在街上 寻觅可以肆意妄为的对象 情况开始失控 就在这时 人群的正前方响起了一声枪响 第1589章最后能做的事 被枪声所震慑为车站前的人群一致 因恐惧而沸腾的热血渐渐冷却 直到这一刻 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 挡在他们前面的动力装甲 还有纳政散发着森燃寒气的枪口 若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小人物站在他们的面前 或许他们还不会如此 你们准备去哪 面对着停滞的众人 江辰缓缓开口说道 地球 木位 还是从太阳系滚出去 瞧瞧你们现在这副样子 那只臭虫的触角都还没伸过来 你们倒是已经干掉了几个同胞 看看你们脚底下的血 再拿起手机 镜子或者别的什么反光的东西 照照自己这副嘴脸 好好看看那些牺牲在冥王星轨道的人们 究竟保护了一群什么样的垃圾 想回地球见亲人最后一面 按身份编号排队 分批撤离 再有作乱者 直接枪毙 军队可以撤 但一定是在所有平民撤离之后 至于我 我哪里也不去 扔下了这句话 还有那鸦雀无声的人群 江晨转身向车站旁的装甲车走去 面无表情地 看了站在阶梯下的人群一眼 莉莉丝收起了藏在袖中的银色短刃 洪泽伟正在市政厅安排工作 这辆装甲车的车厢里 只有江晨和莉莉丝两人 看着凝望着窗外 那群手足无措的人们的江晨 莉莉丝开口问道 刚才你是认真的吗 哪句话 你哪也不去 如果你是担心自毁程序的话 你可以放心 我会使情况将权限转移给孙娇 就算把那玩意儿的权限转移给孙娇 如果你真的出事了 多半我也会被那个女人泄愤吧 莉莉丝在心中默默地吐槽道 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 对于一个并不存在活着这种概念的人工智能来说 真正让她在意的并不是自己能否继续存在下去这件事 这么理解起来可能有些拗口 但有一点是不会错的 比起这八十亿个无趣的样本 她更希望江晨能够活下来 嗯 这仅仅是从实验的效率上得出的结论 就算那八十亿个样本活了下来 也不过是重复那无趣的一生 它们和那些虫子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无论最终是哪一边从这场自然选择的狩猎中存活下来 这一点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至少在她莉莉丝的眼中是如此 如果没有胜算的话 我建议直接放弃这边 莉莉丝面无表情地说道 为什么 我记得你说过你很喜欢这个世界 江晨从车窗挪开了视线 有些意外地看了莉莉丝一眼 只是从合理性考虑 给出最适用于当前情况的建议 你也可以无视掉它 但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还是会这么回答你 你没必要为他们做到这种程度 你很少会说这么难懂的话 江晨笑了笑 还有 只要有一丝希望 我就不会放弃 为什么 莉莉丝问道 因为 江晨闭上了眼睛 两久之后 缓缓开口 因为我马上要当父亲了 江晨不希望他的孩子 一睁开眼 便诞生在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 只能从童谣和绘本上 去看到他父亲曾经看过的一切 耗尽整个童年 费力地去理解他父亲口中所诉说的文明 并对此投去羡慕的目光 无论他最终选择继承那个世界 江晨都希望他能诞生在一个美好的世界 莉莉丝依旧看着江晨 脸上罕见地浮现了困惑的表情 江晨突然笑了起来 摇了摇头 不聊这个了 反正你也有不了小孩 不可能理解这种心情 这么说确实没问题 虽然有些令人羡慕 江晨并没有听到莉莉丝的后半句话 因为他的声音很小 小到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 地球舰队战败的消息 从遥远的科伊伯代传到了后方 在这一刻 那原本因航天技术进步而膨胀的自信心 以及对和谐文明那文明二字的奢望 全部被残酷的现实撕的粉碎 他们不是抱着和平的目的而来 而现在地球防卫同盟最后的抵抗力量 已经被重群撕成碎片 几乎就在噩耗降临的一瞬间 整个世界都变了 人们疯狂地涌向新国 涌向两座太空电梯 涌向新环城 机票 船票 太空电梯车票 在出票的一瞬间便被销售殆尽 多家航空公司的网站被挤爆 新环贸易航运部 甚至被迫关闭了太空电梯的售票窗口 唯一一艘停泊在新环城的起源号 似乎成为了人类文明最后的希望 耶稿岩国岛 变化中 阿依莎向江城汇报起了地球这边的情况 各国首脑要求我们共享所有兴建 根据出资分配逃亡名额 逃亡名额 这种说法还真是新鲜 不过江城对此也没有做任何阻拦 像是根本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一样 开口说道 答应他们吧 在死亡的威胁面前 理智已经失去了作用 如果他的回答是拒绝 没准在和谐文明的殖民舰抵达地球之前 地球上的人类便自我毁灭了 如果星环贸易准备扔下各国独自逃跑 那么各国一定会毫不犹豫地 和唯一掌握着星际航行力量的星环贸易 拼个鱼死网破 能有慷慨赴死这种觉悟的人 一定不会是那些全高位重者 这样真的好吗 阿依莎犹豫道 没什么不好的 就算他们留在这里 也是碍事 指望启元号抵挡那艘殖民舰 别做梦了 江晨笑着摇头道 阿依莎陷入了沉默 片刻后开口道 我知道了 如果总归要撤的话 他们撤他们的 我们撤我们的 停顿了片刻后 江晨继续说道 带着夏师与孙娇他们立刻前往耶国岛 不 直接去末世那边待着 等我的消息 阿依莎 阿依莎微微愣了下 急忙道 等等 什么意思 你不走吗 我还准备试一试 江晨叹了口气说道 如果不行的话 我会回来 轻咬着夏淳 阿依莎用几乎哀求的语气 恳求道 答应我 一定不要做傻事 说什么傻话 江晨笑了笑 沉默了大概两秒 用轻松的口吻继续说道 乖乖在那边等着我 等我的好消息 说完 江晨便挂断了电话 向后靠在了椅子上 长出了一口气 他的表情 远远没有他的语气 那般轻松 现在地球文明 所面临的局面 几乎等同于死局 唯一的希望 似乎只剩下了一个 不 可能连希望都谈不上 只不过 这是他现在 唯一能为这个世界 做的事了 看着放在桌上的 那颗金属球 回想起 哥洛文仪式口中 所谓的交易 江晨在心中 默默想到 第1590张 110亿张的船票 按照入境时 登记的编号 人们在车站前 有序地排起了长队 在车站旁 不远处的空地上 二十余人颤抖地 跪在动力装甲的前 苍白的脸上 不剩下一丝血色 子弹上膛 黑洞洞的枪口 对准了这些人的头颅 走在前面的 那名军官 一声令下 枪声整齐划一的响起 一具具尸体 倒在了血泊中 很快被拖上了卡车 拖往了不知名的方向去 这些人都是 趁着车站前的 骚乱作恶的凶徒 被星环陆战队士兵 执行枪决 或许是那二十名歹徒的 鲜血震慑了骚动的人群 也或许是因为 江城临走之前的 那一席话 让心中尚存良知的人 感到了羞愧 再也没有发生骚乱 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地 垂着头 随着队伍缓缓向前移动 即便无法平静地 接受死亡 但至少大多数人 已经回归了冷静 如果文明的火种 下一秒便将熄灭 那么至少在这最后的几天里 活得有尊严些 殖民地中心前的空地上 除了在车站前 维持秩序的士兵之外 几乎整个天宫市的全部士兵 被江城召集到了这里 面对士气低落的战士们 江城沉默了片刻 开口说道 如果你们想走 我不会怪你们 我们的舰队已经战败 那不是用枪和子弹 就能战胜的敌人 在成为军人之前 你们首先是人 我不会要求你们 去和无法战胜的敌人作战 也不会因为你们身为 一名士兵的身份 便蛮横无礼地 要求你们留下来 为这片土地 流进最后一滴血 是否将你们的使命 履行到最后一刻 由你们自己来决定 如果你们想见 家人最后一面 我会尊重你们的选择 等一会儿结束后 想走的人 可以去洪泽伟那里登记 我唯一的要求只有一个 那就是你们必须 走在所有民众之后 在左右民众撤离之后 你们坐上最后一趟航班 前往地球 结果出乎了江臣的意料 原本他以为 至少会有一半的人 选择离开 但站在殖民地中心前的士兵们 却用整耳欲聋的呐喊 表达了他们的决心 不知道是谁最先开始喊的 第一句到了后面 那驱散所有恐惧的吼声 已经在天宫市的中央 连成了一片 死战到底 留下来一定会死 但离开就能活命吗 就算投降 也不能换来体面的结局 与其回到地球上 与家人抱头痛哭 然后再经历凄惨的生离死别 不如站在这里 以一名军人的身份 像一个男人一样 战斗到最后一刻 至少让自己在地球上的亲人们 为自己的光荣感到骄傲 更何况 连最不必要留下来的人 都选择了留下来 他们还有什么理由逃走 面对着那一双双 誓死如归的眼神 江辰很是欣慰 将所有人都撤走 是不可能的 留给天宫市市民撤离的时间 只有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在星环城与天宫市往返一趟 却需要三到四天 虽然如此 但这没什么可抱怨的 毕竟光是这两个星期的时间 都是地球舰队用生命换来的 就在天宫市忙着撤离普通人的时候 遥远的地球上 启元号的船票 已经按照各成员国 在防卫同盟中的贡献度分配完毕 令人难以置信 各国如此神速地 在某一国际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大概是因为所有人都清楚 拖延一秒都可能降低 自己活下去的几率 撤离的名单其实早已内定 从一开始 这些船票便与普通人无缘 不过 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 同时也是为了避免 在这最后的一个月中 求生无望的人们 爆发什么重大的危机 各成员国 还是通过了名义上的 第107号决议集 将20张船票放在网络上 以遥号抽签的方式 选出20名幸运而上传 当这一决定公开之后 遥号还没有开始 这20张船票的价格 便被炒到了200亿市元一张 但真的有人会卖吗 当殖民舰抵达地球的那一刻 再多的钞票 也不过是废纸罢了 成批的物资 从太空电梯运往星环城 从港口装上起源号殖民舰 目标是半马座阿尔法星系 距离太阳系4月22日光年 根据星环贸易最新航天观测技术 已经证实那里存在 适宜人类生存的内地行星 除了2000多名船员之外 起源号上装载了大量的殖民设备 以确保这些殖民者 能够在抵达目标之后 用最快的速度适应新的环境 另一边 天宫市 驻守在火星上的陆战队士兵 开始在天宫市内布置防线 各处管道都被装上了 太和金制的闸门 以便于当一个区域失守之后 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 并落下闸门 组织和谐文明路军推进的脚步 当然 这一切仅仅是猜测罢了 就连江晨自己也不清楚 用地球上的巷展思维 来对付外星人究竟是否管用 他甚至不清楚哪些虫子们 究竟会不会对火星派出地面部队 还是直接隔着老远来一发克雷恩粒子炮 将整个天宫市的电子设备全部瘫痪掉 时间一直到了最后三天 波士顿钢铁集团的矿区 也就是地心矿井的入口 如同雕塑一般站在那里的戈洛文仪式 缓缓地看向了不远处飘起的尘埃 一辆火星车 渐渐从地平线显出了身影 车停在了戈洛文仪式的面前 江晨冲车上走下 紧跟在他身后的是莉莉丝 我刚才还在想 如果你再不过来 我就得走了 看着向自己这边走来的江晨 戈洛文仪式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那无意义的小聪明 只不过是在消磨我的耐心 别这么说 江晨耸了耸肩 轻松地笑了笑 继续说道 至少我还是来了 不是吗 但浪费了不少时间 戈洛文仪式淡淡地说道 转身面向了一击入口的方向 如果我们真打算走的话 就算只剩下一天 也是能办得到的 是吗 看来我还是来早了 江晨哈哈笑了笑 戈洛文仪式没有理会他 向着一击入口的方向走去 看着那走向一击入口的背影 江晨脸上轻松地表情渐渐收敛 深呼吸了一口气 台步跟了上去 地址